成功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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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首領的公益活動 張榮花基金會 來 請你轉花後面去 請你除以二除以三 各位在座只有25歲 我們謝謝張榮花基金會 跟執行者接受 長榮航空的杯子 好幸福喔 大家回正公司喔 給農民農建築機會 長期配合我們的三節公益活動 來見證 很像給我們張榮花協同的無處 第二次再度來我們這裡了 中途節全系張榮花基金 結合了社會的 食尚團體 跟民間企業人士 辦理了掛山榮琴 長榮送愛的活動 我們感謝張榮花基金會 執政了我們兩百合的月筆 同時也感謝 新中天然氣管理野氣公司 贈送了五萬元的禮件 我們將由設計服務支部長 親自發送給民友 中低收入戶 老人生活經典的長輩們 同時也感謝 人民燃業基金會 跟新林天然氣 會有興根絲 他們都會贊助這次活動 可惜的經費 我們在24號的時候 我們會前往中章榮家 跟章號榮家 去探望 慶祕半年來 日陸榮家的長輩們 我們在28號跟29號 我們會到台中榮總 還有福里分院 嘉義分院 灣橋婚宴 以及我們彰化地區的 張基 秀船 圓榮等醫院 去慰問住院的榮民 祝福他們早日康復 同時 我們也跟建國科大合作 在中章榮家 辦理一節的活動 幫伯伯阿姨們整理榮宴 同時我們也感謝 我們的人心志工 還有我們的替代小朋友 在前幾天 到我們彰化比較偏遠的鄉鎮 幫我們阿公阿嬤整理環境 最主要的就是 讓他們能夠過得 快樂的中秋節 我們榮民族的同仁 也會一本初衷 繼續努力 感謝各界的支持跟肯定 我們會更加用心 張榮花基金會 從2017年、2019年到今年2020年 是第三次 與彰化榮民服務處合作 其實我們基金會 本來就是有在關注 我們榮民長輩 照顧的這一塊 像我們長榮旁通 許多堪用的二手家具、廚具 我們都有送給各地的榮民之家 當然包括彰化的榮民之家 去年我們跟彰化榮民服務處合作 就是過了一個很愉快的端午節 我們特別請台中長榮廢館酒店 製作五星級的粽子 送給長輩們享用 今年我們比較特別的是 我們向專門照顧心智障礙者的 小油耳基金會買了200盒的禮盒 那這個禮盒的食材 用料不可以豐富 也沒有添加任何的服服劑 所以長輩們可以安心使用 那更重要的是 我們希望透過這個禮盒的贈送 表達我們對榮民、長輩、榮眷的關係 一方面我們也關注幫忙到 因為疫情的影響 那麼它卻反大幅降低的社福團體 所以我們覺得這次的 這次的這個中秋禮盒的活動 特別具有意義 是我的朋友 這是我們四萬 這個等於四萬 六萬 四萬 五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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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萬 五萬 五萬 三萬 五萬